这个就是要成为真正的专家要知道的东西 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五亩数统计就简单一点 一样化乎乙 只是这一次就是变成说是把那个 在这里 在这边 它的那个线性模型跟那个连续变相的版本是一样 只是说改成了这个rank 把那个每个人的成绩做这个rank的等级转换 就只有做一个等级转换而 做一个每个学生的成绩的等级 然后那个字变相还是助教的但级 那它做出来那个就还好 它同样也是要看那个β 就是回归系数的这个P值 也就是看这个0.042 那这边呢 你们只要勾这个独立体检镜的五亩数 叫做man whitney 他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是0.042 这边是0.012 是很接近的 OK 好这个有没有注意到 如果说这是传统的教法 这个五亩数跟有亩数的体检镜还会分成不同章节来介绍 但是也就是说可能会用两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够讲得完 但是我现在 因为好像带大家两个小时内就全部都走过一遍 有没有觉得很会不会觉得太感知识量太大 但是关键再来说通通都是一个回归线性模型 用线性模型去认识每一个统计方法 然后其他的像那个适用条件啊自由度的计算 那个可以另外我再去做补充 OK 既然这是这次课前作业所有的内容 也是我对这一张的介绍 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就是按照 电子书这样的这个 他的这个章节安排来介绍 我应该至少要花两个星期 那你们现在看 那个现在我我只是增加了 你就把线性把每把这里 这三个T检定的方法 从线性模型的角度去认识他们 就是马上就可以抓到那个某个方法的使用重点 就像是那么多的 那我看到的这个是能不能再去认识 但是我现在看能不能再去认识 我会把这个看得下 我会把这些帐篇 我会把那些帐篇 那些帐篇